美国拜登政府正式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这被外界使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对乌援助最尖端的武器 那实际上呢 美国政府一直对援助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的态度谨慎 但是在俄军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冬季攻势之下 终于转变了态度 决定向乌克兰提供他们梦寐以求的防空系统 爱国者防空导弹 是美国雷神公司制造的全天候多用途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 它可以拦截现代高性能战斗机进程战术导弹的目标 最先进的爱国者三导弹 最大拦截距离约20至30公里 最大拦截高度不超过25公里 爱国者于1984年开始装备服役 海湾战争中 爱国者成功拦截了伊拉克军队发射的飞毛腿导弹 首次向世人证实了移岛反导的可能性 从此声明大噪 成为美军的代表性武器之一 俄乌冲突爆发后 乌克兰方面曾多次呼吁美国提供先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但拜登政府一直十分迟疑 战事之初 为了防止俄军取得空中控制权 美方只愿意将爱国者导弹安置在斯洛伐克等国 以换取后者将其S300防空系统转交给乌克兰 有分析指 美方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担心被拖入战争泥潭 因而对原乌尖端武器持保留态度 另外 爱国者系统造价高昂且操作复杂 尽管必要是三名士兵就可以开火 但运作一个标准的爱国者导弹连 需要多达90人接受约10周的培训 不过 随着战事旷日持久和冬天的到来 俄军开始对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城市基础设施 进行大规模导弹袭击 以全国上下命令严峻的电力和供暖形式 但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独次地空导弹 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等防空武器 都无法对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 乌克兰自身的S300防空系统也成效有限 同时乌克兰和西方国家都担心 已经向俄军提供无人机的伊朗 会向俄输出弹道导弹 在此背景下 拜登政府终于下定决心 向乌军提供其梦寐以求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这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尖端的武器 尽管爱国者导弹能否成为扭转战士走向的 决定性因素尚不得而知 但有军事专家指出 爱国者导弹系统不仅将赋予乌克兰重要的军事力量 保卫其城市免受导弹袭击 同时也表明 俄罗斯发动的冬季攻势 丝毫没有削弱西方支持乌克兰的意志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